好,剛剛我們看完的是SR正反器 SR正反器 那根據這個圖呢,我們可以寫程式了 我們可以寫程式 寫什麼程式呢?當然就是寫Vlog程式 我現在定義一個SR的LASH LASH就是酸鎖器的意思 這個應該還叫酸鎖器,還不叫正反器 所以正反器還要用兩個酸鎖器 或者是加上邊緣處發才辦法做 那現在我們所做的是SR酸鎖器 好,這個酸鎖器做什麼用呢? 你可以看到我們有兩個NAM的雜 所以我這邊宣告兩個NAM的雜 OK 那一個雜叫LS 就是因為它是有S輸入的 所以我這個雜就叫LS 那另外一個雜呢,叫LR OK 那請注意,LS的輸入輸出是什麼? LS的輸入是SBAR 這是SBAR 然後另外一個是QBAR 是QBAR SBAR和QBAR輸入之後 它會輸出到Q 它輸出到Q 所以是Q SBAR 這樣看得懂嗎? 請注意,第一個是目標 第一個是輸出 後面兩個是輸入 同樣的LR呢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雜 它的輸入呢 是RBAR 還有呢 Q 它的輸出是QBAR 所以QBAR 那因為在這邊 沒有辦法達出Q上面一斜線的這種字 所以呢,我們用BAR 後面附加BAR代表 是這個QBAR 好,這樣子我們就定義完一個NANDR的選手器 而且是SBAR R8的選手器 那我們就來測試一下 用主程式來測試一下 好,那測試的時候呢 我們當然輸入SBAR R8 我們要先設定 然後呢,輸出 輸出就只要是線路 因為輸出我們只要觀察就好 所以只要線路 然後呢 這個LASH有四個東西對不對 第一個是輸入SBAR R8 輸出呢 Q和QBAR 所以我們就把輸入SBAR R8 輸出Q和QBAR的參數寫進去 接下來在Initial的時候呢 我們就去Monitor 我們Monitor什麼呢 Monitor SBAR R8 Q和QBAR這四個 四個線路的狀態 我會輸出時間點 所以這裡是我Monitor的東西 但接下來這兩個指令 各位沒看過了嗎 這兩個指令是做什麼呢 這兩個指令是用來畫圖的 等一下我們會用GTK Wave 讓各位看到那個圖 那一般來講我們寫程式的人 只要輸出這種文字型的輸出訊息 我們就可以看得懂 但是做電子電路的人 他們喜歡看波形圖 波形圖對他們來講 會覺得更容易看一點 但是其實波形圖我反而看不太懂 我比較喜歡看文字的輸出 在這裡OS50的時候就是做什麼事 它一直循環 SBAR先射成01 01就是剛剛的第一個穩定的狀態 再來跳成11 再跳成10 11是不變態 11是不變的狀態 然後再跳成10呢 就會變成 10的話就變成這個設定Q為0的狀態 到500的時候我們讓它Finish結束 然後呢我們去編譯 執行 你會看到它的輸出結果 輸出結果是什麼呢 SBAR R BAR是01的時候 Q是1 是不是符合呢 SBAR R BAR是01的時候 Q是1 是符合的 然後11的時候呢 Q還是維持1 1其實是不變 不變 所以Q本來是1 現在應該還是1 然後到了10的時候呢 Q就變成0了 因為10是設定為0的 所以Q變成0 再來呢又01 Q又變成1 11的時候又不變 其實我這樣設計好像還不夠好 我覺得應該再加一個1 後面再加一個1 你才會看到它維持0的那個定狀態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把它加一個1 那你大概可以這樣子看到 那最後你會看到說OK 所以如果我們用GDK WAVE這一個 就是ICALUS裡面原本就內附的一個一個波形檢視器 然後來檢視剛剛的這個輸出的LASH.VCD檔的波形檔 那就會看到這個結果 當然一開始的時候還沒有紙 所以它是X的 X會用紅色顯示 然後再來綠色 這就是有穩定的紙 那這穩定的紙 你可以看到它的狀態 狀態 好 那我們把它執行一次 而且再來修改一下層次 讓它連00都可以看得到 好 我們新增一個 這個LASH 好 這個LASH新增完之後呢 我們就適應 便宜執行一下 IvoidLog 然後用VVT去執行 好 這時候你會看到跟剛剛一樣的結果 但是我覺得這個結果少了一點東西 因為它總是在 它的EE狀態總是跟在Q等E之後 我要讓它加一個跟在Q等E之後 所以我再加一個EE狀態 好 這樣子的話呢 就會 就會比較完整 好 那Always 其實這個在X50好像就不是很必要 這個可以看 可以嗎 乖乖的 試試看吧 如果便宜有問題就是不行 喔 沒問題 所以感覺可以看 好 那我們看一下結果 好 那我們看一下結果 0毫秒的時候呢 01 所以Q是1 這是設定 11的時候不變 所以Q還是1 10的時候呢 Q回到0 好 接下來呢 又11了 所以Q還是0 因為1是不變狀態 所以Q還是0 再來又01了 01的話 Q2設定成1 又11 Q2又不變 又10 Q2變成0 這樣子看起來就比較清楚 好 那這時候我們的VVP 它會 它這裡有一個詞 輸出喔 它說VCD Dump file Dump file Lash.vcd open 或 output 它指說你的波形檔 已經輸出到 Lash.vcd 裡面 這就是我們剛剛那行指令的結果 Dump file Dump file 加上Dump VAR 這樣指令兩個 最後的結果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Dump file到底在哪 Dump file Lash.vcd 到底在哪 我們看一下剛剛的程式我們是放在這裡 裡面 所以它這裡有一個Lash.vcd 我來把它觀念一下內容 變更 Lash.vcd把它變更成使用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呢 就是 我們分在西朝的 iVROP裡面 這一個 GTKWave.pse 我把它分離去 好 好 好 這是 GTKWave 我已經讓它開Lash.vcd了 但是呢 你要設定輸入這些哪些線路是要觀察的 好 好 我們就 通通把它 放進去 那這裡 會有 時間的問題 因為你看 這是一秒兩秒三秒 我們的是 很低的 好 所以我 我們這邊應該可以看一下有沒有Feed window 這個 Zoom Fit 你選這個Zoom Fit 它會自動以適合的大小來顯示 Zoom Fit 然後你會看到 OK 這是我們的波形圖 不過這個波形圖 你要從下面的SR開始看 其實是倒過來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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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倒過來看 這個是01的情況 01的情況 Q會是01 01的情況 OK 變成10的時候呢 變成 對不對 變成11的時候呢 它是不變 所以11的情況 它是不變 再來變成 10的時候呢 RQ 10的時候 它Q呢 就變成0 OK 然後呢 又11 11它又不變 所以 又 這邊又 0 1 01的話呢 就設定很容易 OK 所以從這個圖裡面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你也可以放大數小 不過我們最 目前是到500 500它這邊寫Second 其實就是時間單位 沒有說時間單位一定是什麼 它這裡 預設是寫Second 就是500秒 但是現在的電路實在太快了